今生我想在座的现场朋友 和直播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内心对AI将怎么影响具体的职业 有了自己的看法 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的变题 也就围绕这个将展开 今天的变题是 职场人士是否需要恐惧AI 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的熊辩的变手们 一同为大家展示一场 我认为是精彩的世纪对决 人与人之间的对决 也许他们会带着AI上场 让我们用欢呼声 请出今天的正方变手 一变北京大学优秀学生变手承担式 来自小学问主创团队的二变 胡建彪 三变黄纸中 继续有请来自小学问主创团队的反方变手 一变周旋逸 二变秋晨 三变马威威 我都不知道 马威威以前在新东方教我书 太好了 现在呢 在欢迎完这个变手就座之后 我想呢 阐述一下今天的这场辩论的规则 今天我们的辩论总共是五十分钟 那么分为四十分钟的三对三辩论秀 和十分钟的专家点评 那么辩论马上就要开始了 今天辩论的规则是这样的 正反方一变各五分钟 二变各五分钟 自由变各四分钟 三变各六分钟 那么现场将有计时器和音效提醒 另外 今天现场我们还设计了投票支持环节 我想刚才大家进来就座之前 大家已经投票了 那么我们在开始辩论之前 先看看大屏幕 看看今天投票结果 哇 33%的人认为 这个职场人士需要恐惧AI 然后但是我们看看 更多的民意认为 现在职场人士根本不需要恐惧AI 这个占比例占到了64% 很明显的压倒性的多数 那么究竟 在他们心目中 在他们的认知里 在他们的体验中 哪个观点 他们认为是现在更接近真实的呢 好 那么辩论就要开始 我再提醒一下 辩论过程中 现场观众还可以继续 就这两种观点投票 因为在辩论完全结束之后 我们将再看一次 通过他们的辩论之后 我们听众观众 我们的观点 有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好 现在我就把这个世纪的精彩的辩论舞台 交给你们六位了 现在我宣布辩论开始 Good luck 本场辩论正式开始 首先有请正方一变 时间五分钟 感谢主席及在场各位 今天我方论点为 职场人士需要恐惧AI 首先AI强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先给大家举个例子 到2020年 全球可能光银行法规 就有超过三亿多页 百绿条文将达到一个 人类难以完全掌握的天文数字 那么为什么现在请一个高质量的律师 价格如此高傲呢 因为为了提供出色的论据 他需要对不断更新的法律条文 案件和期刊 甚至数十年前的相关案例 都了若执掌 才能出其制胜 那么 这种了解 这种有无经验的差别 往往决定了一个案件的胜负 就是律师的核心价值 但是现在 AI每秒能够筛选 分析上百万个法律案例 根据使用者的提问 给出最合适的法律意见 没有一个律师可以说 自己比AI更熟悉法律条文 没有一个律师可以说 自己比AI更清楚 最新发生的案件是什么 所以当律师这种高门槛 需要随着专业经验的累积 而不断变强的行业 普遍推及了AI之后 将不再有工作 一个应届毕业生 和一个工作十年的人 他们之间的专业差距 将远远小于今天的社会 因为不再有工作经验的加成 不再有我吃的盐 比你吃的饭都多 因为没有人吃的盐 会比AI更多 那么也就是说 人类最有 人类最有 人类最有价值的核心意义 将最容易被AI取代 2016年 在美国的时尚界奥斯卡上 杰克超模身着一些闪闪发光的长裙 惊艳了全场 人工智能呢 分析了超过百万份的数据 才从四万多种面料中 挑选了四种既适合场合 又符合他一贯风格的面料 设计师从中挑选了一种制衣 果然美得不可方物 但是如果设计师挑选了其他的三种 是否就没有这么惊艳的效果了呢 并不见得 更大的可能性是什么 是闭着眼睛从中挑一种制衣 都能艳冠群芳 那么 被淘汰的上万种里面 是否就没有任何一种出彩的可能性呢 也许作为一个个人艺术家 他可以另辟蹊径 追求自己的审美 反而一鸣惊人 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讲 他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追求整体的利益 这也就是说 他需要选择最大几率可成功事件 而不是去冒险 去从被淘汰的茫茫一海中淘金 也就是说 AI所能基于过去的大量数据 分析得出的结论 就是我们可得到最大几率可成功事件 所以说呢 当我们的自我判断与AI给出的建议 相违背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放弃自己的判断 而去从一个决策者变成一个执行者 所以职场人士的判断 在AI面前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那么是否人类在创造方面 会比AI更具优势呢 如果现在给你一盒食材 让你从中选择一些做一道菜 有什么呢 蘑菇 苹果 酱油 鸡肉 荔枝 你会想到什么 我想大多数人第一个反应都是小鸡炖蘑菇 但是AI会怎么样呢 它有可能想出巧克力炖鸡这样一道菜 那是不是只追求新营的黑暗料理呢 并不见得 因为AI掌握上千份菜谱 并且和一些食品的化学成分材料 它远比人类更懂得如何去搭配食材 如何去将个人偏好和这些资料相结合 那么人类的思维会被过去的经验局限到什么程度呢 南北党 关于甜咸 争执不休 甚至我说绿豆汤是咸的 你是不是都会感到一丝反胃 但是AI不会受这些所限制 而且人的创造力呢 主要来自于灵感 但是AI的创造力来自于暴力破解 所有可能的组合 从中选择最优 也许这种创造力远比人类的灵感 对一个企业创造利益更有利 所以AI在创造方面也有更大的优势 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个例 在医疗方面 它可以在十分钟内分析上千万的医学论文文献 然后去给出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效果一干现有 在营销方面 它可以更精准地分析目标群体 然后投放率能提高30%到40% 所以呢 作为一个职场人士 当人工智能以陨石撞地球的速度迅速发展 以不可阻挡的形态席卷各行各业的时候 找不到核心竞争力去确保自身的价值 被取代将是大势所趋 综上我方认为 作为一个职场人士 需要恐惧人工智能 谢谢 谢谢正方一变 下面有请反方一变 时间同样为五分钟 谢谢 刚才听正方一变讲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在想的是 我方的三变 为什么 因为正方一变讲了一个很基本的观点 大家都get到了 叫做AI很厉害 我们应该恐惧 说实在的 我自从跟我方三变在一起 之后有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 我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有很多人问我同一个问题 甚至他们愿意在分达上花钱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 跟他在一起 你不觉得很有压力吗 很多这样的问题 就是女人太强 男人跟他在一起会不会有压力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直到我听到正方一变讲完之后 我终于意识到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了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事情 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 他讲的一个工匠 他当时在四川那边做这个井岩的开采 井岩是打一个很小的洞 去在那个里边去开采这个矿井 这个工匠有一个独门的记忆 当我们在开采矿井的那个工具 有些小工具掉到那个矿井的 很窄的那个洞的时候 只有他知道 怎么把那个东西捡起来 这是他独门记忆 甚至的工具都是他自己设置的 然后那个纪录片里有一段 我非常印象深刻 他说这工匠待遇很好 矿主对他非常尊敬 每天给他吃一只鸡 清代的事 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一年都吃不到一只鸡 你每天吃到一只鸡 你是精灵啊 但是我看那个时候 我觉得心里特别堵的话 为什么 就是当你的格局被每日吃鸡定位的时候 你一定会非常害怕你的记忆被取代 任何一个人只要告诉你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其实是这么这么闹 完了 你每天这鸡就没了 可是如果一个人的格局真的这么小 而因为你的格局小 而恐惧一个强的人的时候 是他的错还是我的错呢 我换一个例子 我们都看过一部美国系列电影 叫做星际迷航 那都是非常geek的人去看的东西 这部片子里面有一个机器人 叫做Data 非常聪明 就是未来的AI的一个 陪伴性的一个形态了 AI非常聪明 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为什么企业号的所有的船员 都不怕他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觉得 哇你好强我怎么办 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每日吃鸡 他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他们是去探索宇宙的最后的疆界 所以你会发现 说真的 你一定要恐惧一件事情 你恐惧吧 没事 你就可以去恐惧 可是你要知道 恐惧的前提是你的格局 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不说很科幻的 我们就说很简单很简单的 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例子 比如说珍妮仿杀机 这个我们中学历史里面 我们都学过 1764年 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仿杀机 那一个仿杀机可以取代八个杀钉 也就是说一个机器 可以取代其他的七个人 有一个人工作就相当于过去有 就相当于有八个人在工作 就取代了七个人 结果果然 过了几天 来了一堆人 来砸他们家的珍妮仿杀机 是真事 说哈格里夫斯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取代了我呀 我恐惧你这个珍妮仿杀机呀 可是2017年的数据是 就在英国 每人每年的服装类的消费 是26公斤 就是如果你当时跟这些人说 哎呀你不需要恐惧珍妮仿杀机呀 因为未来你知道吧 每个人每年会买52斤的衣服 多大的一个市场 我们共同把蛋糕做大吧 做蓝海 我们去探索其他的更多的位置的领域吧 那些人是想象不出来的 他会觉得你在跟他胡扯 所以事实上 真正束缚我们的 不是技术 而是我们的想象力 我们真正的边界 甚至都不是宇宙 而是我们自己的大脑 而是我们自己的格局 当我们在说 我们要不要恐惧AI的时候 我们应该说的是 我们怎么去对待AI的事情 其实刚才我听到Watson的很多的故事的时候 我很感慨 因为我年纪也大了 1997年 我进入大学的时候 IBM的Deep Blue正好战胜了卡兹帕罗夫 我觉得真棒 到了2011年 我刚刚教了几年书的时候 Watson开始战胜了所有大提界的冠军 我当时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我真希望我手机里有一个Watson 这样我在做自己的哲学研究的时候 我可以问他 请问一下 这个韦德克斯坦 他晚期的作作和早期的著作里面 对游戏这个词的使用 有哪些的差异啊 这个时候 我的真正的目标 是探索真理的时候 是做出一番成绩的时候 是做出尽可能大的成绩的时候 我就不会恐惧 而当我们的目标被限定在 我现在这只鸡 不能被你抢走的时候 我会竖着手 藏起我的工具 所以恐怖恐惧 来 订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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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请 正方二变 时间为五分钟 哎呀 最近创业了 我这个人特别俗 我不怎么看到星辰和大海 我看到很现实 每一个人 我私里头每一个员工的饭碗 该不该恐惧呢 变体 来 回来 如果我们谈的是 人类该不该恐惧AI 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变体的主体单位 是全人类的话 不需要担心 因为我本身对人类也很乐观 过几代 熬几代 牺牲到几代之后 人类一定有更光明的未来 但是今天变体 谈的是职场人士 是最实实在在的 你和我在这里打工的人 你说工业化革命出来 我们有了纺织机 是的 后来我们确实发现 整个英国的服装销售 越来越多 大量的就业机会被生产出来 但是之前纺织业 这些手工员工 耗了十几二十年青春 练出了一手 飞快丢梭子能力的这些人们 他能不怕吗 新的机械出来 有新的就业机会 对 大家都从零基准上 开始来竞争 我练了十几二十年的记忆 怎么办 我重新回到最基本的水平 和大家从零开始打拼起吗 你说我能不恐惧吗 来各位 职场人士走到最后 我们核心考量两个点 第一个 生计 起码保证我们能存活 对不对 第二 我们还希望我们的生活水平 随着时间过去 会不断上升 如何 靠时间历练 靠时间来堆确经验 一个人做司机 三十年前 你真正踏踏实实做司机 十年之后 你的收入可以比 其他的司机都快 你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 因为你的经验值钱 满大街小巷 几点几分会开始赌 有多少条选项道路 我可以走 这个经验值钱 但是突然间 老司机不值钱 导航 人类所有的经验 在Watson面前 它是平面的 你再闷 再新手 一架导航再守 你和老司机 同样的起跑线上 开始竞争 我怎么办 如果我是老司机 我当年第一份工作 是媒体 我有一个很牛的新闻编辑 薪水特高 老板不敢炒他鱿鱼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有一本 神秘的黑本子 这个本子 是他积累了 二三十年 业内的采访经验 你问他 来 我现在有哪一行 哪一业的事情 我该采访谁 他打开本子 马上可以告诉你 找谁 电话号码几号 你去找 这本本子 密不是人 这就是他的价值 现在呢 这个老记者 我相信他会深深怀疑 自己的职业尊严 以前我最自豪的事情 突然间不值钱 网络时代 我一搜 我找谁 我找不到 面子书 朋友圈 微博 我找谁 那么麻烦 超容易 超简单 你的职业尊严 你过去积累的经验 已经没有那么高价值 因为在Watson的时代 所有人类堆窃起来的经验 和知识 将会借由这么一个人工智能 平摊在所有人面前 所有人面前 各位 我是名老板 如果你今天熬过了五年 你告诉我说 老板 我要求加薪 而我知道你的经验和知识 我随便可以找一个新人进来 就可以替代你 就像刚才我们开场之前 有一个片头 一个广告 不是一个老板去问那个员工吗 这个东西完成没有 Watson先说 没事完成了 这个东西如何 没事完成了 我们还把我们公司的风险 降低到50% 这个老板很疑惑问 真的能够做到吗 Watson说能 站在我省旁边那个员工 他也说 能的 如果你是那名员工 如果我是这名老板 我会问你 我要你何用 谢谢 谢谢正方二变 下面有请反方二变 时间同样为五分钟 谢谢建标 建标刚才非常沉痛 但基本情绪呢 还是在悼念那只 你吃不着的鸡 是不是 我其实也是站在 很现实的角度去考虑的 我也考虑职场的问题 我不是AI的专家 所以我有几个职场人士 可能会有的困惑 在此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聊一下 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很久之前的了 就是柯杰输给了AI 在那个时候 很多很多人都哀叹说 天哪 人类的智商 极限受到了挑战 智商再也不够用了 如灵大敌 我不是特别的明白 大家跟我一起想一想 如果我们把个人 带入到那场比赛里面去 当然我们不跟AI打 我们跟柯杰打呗 对吧 你想想 当时柯杰输给AI 第一局只输了四分之一字 但是我们如果输给柯杰 我们会出多少字 四十个字吧 对吧 然后AI要打败柯杰的话 也用了四个多小时 可是柯杰要打败我们的话 那可能只需要花四分钟吧 所以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你看到AI才觉得你智商不够 我觉得你应该看到柯杰 就觉得你智商不够了好吗 对不对 柯杰的智商是柯杰的智商 柯杰的智商不是你的云智商 你凭什么觉得柯杰输了 就跟你输了是一样的 你没有输那一场世纪之战 你在朝阳区的围棋比赛里面 就已经输了 所以真的 职场人士是什么 职场人士就是我们在座的 这些没有柯杰那么顶尖聪明的人 问我们要不要恐惧 AI其实是一个伪问题来的 对不对 更何况无论是对于职场人士 还是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 我们真实的恐惧 真正会带来职场中的摩擦 和社会中问题的 永远都不是人和技术的差距 永远都是人和人的差距 会带来问题的 其实都是人和人之间的财富 智力 甚至体力上面的差距 还有身高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这样来看的话 技术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它扮演的是我们敌人的角色吗 不 它扮演的是我们同盟的角色 技术扮演的一直以来 就是尽可能地去降低和消解 人和人之间差距的这个因素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你知道 智能手机发展以来 有一个巨大的特色 就是再有钱的人 和这个社会上一般人 他所能接触到的信息 他能所享受到的科技 都是相当接近的 而且互联网 以及相关的这些AI技术的发展 让我们可以打破地域 打破财富 打破已有学历之间的差距 得到相似的知识 而且从决策的层面来看 一个普通的人 他也可以做出 基本上比较科学的决策 无论是我们个人 还是我们的公司 甚至到一个社会 我们都不再需要仰仗 某一个天才的直觉 我们凭借AI和大数据 对我们的辅助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板了 所以你说 我们到底恐惧AI什么 我们恐惧它帮我们赶上 我们同胞中最聪明的人吗 想多了 真的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也是从那场 世纪大战中得来的灵感 在那场世纪大战中 柯姐输了之后 有很多媒体感慨 说天哪 又一个人类大脑智商的最后防线 给崩溃了 因为我们知道 包括沃森在内 打败了很多很多人类中 非常聪明的个人 可是 我们不妨想一个问题 人类的智商 为什么需要防线 我觉得人类的智商 真正需要的是底线 对不对 我们人类的文明程度也好 社会的发展程度也好 永远不取决于那一两个最聪明的人 有多聪明 而取决于最傻的人 他能有多不傻 对不对 取决于我们普通人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依赖技术和AI对我们的帮助 让我们变得更聪明 让我们活得更幸福 让我们做得更高效 这可才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 真正的动力所在 举一个例子好了 沃森呢 可以在十分钟内阅读 两千万份医疗文献 这是普通的 一万个医生一年左右的阅读量 可能有人会觉得 这是对人最大的挑战 可是你不妨换一个角度想一想 如果你就是那一万个 普通医生中的医民 你今天遇到了一个 垂死的罕见病患者 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AI的协助 你该怎么办 AI是我们的朋友 不是敌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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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二变 下面进入最精彩的 自由辩论环节 双方各自四分钟 自由辩论现在开始 谢谢 先请问对方便友 在你的世界观中 你认为当AI来了之后 会不会有工作被他取代 对方便友 如果你是一个 随时可以被人取代工作的人 不用等AI来了 你隔壁的CEO来面试的时候 我都会考虑一下他 来 所以至少 你看你刚刚的问题的重点在于 所以如果我的工作会被取代 不管是被别的人取代 还是被一个人工智能取代 对我而言都是一种威胁 这一点没否认 对不对 所以对方便友 你的逻辑是在于 AI是一种可以被消灭的威胁 可是给你的机会 你还杀人是吧 对不起 我听不太懂 什么可以杀人是什么 我跟你讲 你认为AI是你的威胁 那你就把它消灭于萌芽之中 那你要认为哪个人是你的威胁 我不敢想象你会对他做什么 我想 我明白了 我完全没那个意思 时代浪潮滚滚而来 当我们怀抱星辰和大海 看到的是全人类的福祉的时候 我们不要杀死AI 这不是我方的主张 但是作为职场人士 关心自己就业机会和加薪升职 改善生活的人 你是不是该恐惧 我们认为该 因为他直接威胁了职场人士的存在 接着要是这样的 咱办公室来了一个比你我都能干的同事 咱俩是合起伙来排挤他 让他广快滚蛋呢 还是向他学习 让他跟我们一块合作呢 这总是职场问题了吧 你弄混了一个概念 恐不恐惧 是我心态上觉得有没有受到威胁 感受到威胁之后 是要自己努力 还是要干掉他 这是行为上是不是道德 这是两回事 我们认为你值不值得恐惧 是在判断他对我们有没有威胁 感受到威胁之后 你要做出什么反应 并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 你作为一个职场老鸟 你可能会恐惧AI 可是问题是我作为一个职场新人的时候 AI可以帮我用 帮我节省十年的时间 就可以改善你 你知道吗 AI对于我来说 它不是取代 它改变了职场的规则 以前我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 可是今天呢 我只需要花十分钟 就可以改善你的十年 它是我的盟友 它不是我的敌人 非常好 老鸟应该恐惧AI 新人不用恐惧AI 因为我一进来就可以追得上老鸟 你那时候的不恐惧 是因为你在那个阶段是既得利益者 可是哪一个新人想要永远当新人呢 而如果新人的工作表现可以追得到老鸟 请你问我一个问题 不 说反了 我倒问你一个问题 你们的笑点都超奇怪 如果新人透过AI的辅助 工作表现可以追得到老鸟 我为什么要给老鸟加薪 来 是这样的 很简单一个话题 我方二边刚才说的其实不对 我否认方观点 是这样的 老鸟也不应该恐惧 首先新鸟应该会欢欣鼓舞 而不是恐惧 这个我们大家多接受了 老鸟也不应该 为什么 因为你看之中是老鸟 可是之中也有自己仰望的人 也有自己崇拜的人 当然不是我了 有更高的人 每个人心中如果没有梦想 那就不是老鸟 那是死鸟 所以只要你还是一只活着的鸟 你有想仰望的人 想自己突破的地方 有一个帮手 现在可以帮你 为什么你会恐惧 我希望 如果我是老鸟 我希望得到的帮手 前提是 这个帮手能够帮助我 获得更好的薪资和生活条件 但是以目前我们看到的 不会 因为新人及早可以追得上你 所以没有什么理由 可以让你因为你的经验和资历 让你可以获得更多 因为新人和你没差别 我也很不同意刚才直中所讲 他说新人不需要恐惧 我告诉你 也需要恐惧 因为你在开始进入职场工作之前 你已经耗了三到五年时间 来堆借你这一个专业的知识 鬼知道你学的这一门专业 以后会不会因为人工智能 而整体结构性失业 他们有真的很爱吃鸡 你们现在反复讨论的就是 是不是有了人工智能 他们就不让咱们吃鸡了 其实我们看的不是工资 而是实际购买力 什么意思呢 也许你的工资会相对性下降 但你要知道有了人工智能 所有行业它的成本都会降低 这导致什么一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实际上购买更多的东西 使用更便利的工具 所以我想问对方没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AI在各行各业普及的话 我们的生活成本会不会急速下降 会 但是中间我们这些职场人士可折腾 在对方的眼里 职场应该是什么样子 职场应该就是一个论资排辈的世界 可是这是我们想象中 应该有的理想世界吗 真正的职场也好 世界也好 不是应该以每个人的成就和才能 为最终的评判标准吗 今天我挑战了你的资历 你就觉得世界要塌了 对方没有 我觉得你应该恐惧的不是AI 恐惧的是一种成就的心态 我倒很好奇问一下 你说所以我们在职场当中 应该展现的是我们的才华与才能 可是在AI的辅助之下 你的才华与才能差异在哪里 你有AI辅助 我也有AI辅助的时候 我们两个的才华与才能在哪里 差别在哪里 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非常简单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你知道人最可贵的地方是什么吗 就是人永远不知道 自己生下来是干什么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放三遍 他从小的梦想是在公交车上卖票 因为可以免费坐车兜风 还有人送他钱 这个行业几乎现在你已经看不到了 公交车售票员已经没有了 甚至未来可能公交车司机都没有了 可是我请问 取代 这真的是一个坏事吗 某一种方面的取代 是不是另外的对你的无限潜能的开发呢 你看我们今天是IBM 与你的无限可能 当你那些你原本不想做的那些事物性的 很烦很烦的工作 你们在职场上 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有很多东西你不想干 你就是想要有人帮你去干的时候 这一部分的可被取代的工作 被取代之后 你到底会不会得到一个突飞猛进的结果 这是你的心态决定的 谢谢 可能 但是您说的很好 您不知道 这恰好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恐惧 当我们对未来是未知 是不知道该怎么样 而且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 我会彻底没有出路的时候 人更应该恐惧 什么叫恐惧 就是随时要垫地着 随时要准备着 我问你 面对这个未知的未来 你现在不应该心怀恐惧地 惦记着准备着吗 为什么不知道就一定要恐惧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叫做上帝为你关一扇门 就会为你开一扇窗 其实不是的 上帝不一定是为你开一扇窗 他为你关一扇门 很可能只是告诉你 这根本就不是你应该走的路 想象如果我们是一头骡子 我们一直在那儿拉墨 拉墨 拉墨 然后上帝说 现在这个东西可以被取代了 你要不要在大草原里面就跑一跑啊 你说不 我在大草原里面我能干嘛呢 上帝说你这样的人我救不了 为什么 你非要我告诉你干嘛 你才愿意去草原 你永远是一头骡子 谢谢 趁最后15秒 我告诉大家 怎么样才能让我们 不对未来感到恐惧 及早看到我们现在的毫无办法 因为我们不知道 未来在AI的情况下 结构会怎样 我们要找到出路 直到你给出了 想到了未来的结构的形态 我们才可以不恐惧 正方反方 时间都已用完 自由辩论结束 谢谢双方辩手 下面有请正方三辩做结辩 时间为6分钟 对不起 我做感觉太良好了 其实应该是 应该是反先结正后结 我们让你们后手 谢谢 谢谢 被打断一下节奏 其实我今天还是讲 咱们今天忠心思想 对方便有始终脱离不开 他们要吃鸡这件事情 什么意思呢 我有丰富的经验 我不可替代 于是我每天可以吃掉一只鸡 在职场上 如果有了AI 那我就不被需要了 我就可以被取代了 所以我就吃不到这只鸡了 那我和我全家怎么办呢 这是对方便有今天的核心诉求 对不对 好 问对方被我的第一个问题 对方始终没有回答过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不说AI 光说人 有没有比你更优秀的人 可以取代你的地位 有吧 对不对 现在不说人类发展 光说你们公司 你是想招一个比你更聪明的同事 还是 他俩说脏话 更聪明的同事 还是想招一个比你更蠢的同事呢 你看就想招一个比较聪明的 大家一起把公司做大吧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要取代 聪明的人本身就会取代笨的人 你笨的人 担心聪明的人还来不及呢 你还担心AI 你操的心比科捷操的心还多 你知道吗 好 紧接着 第二 被取代 真的是一件坏事吗 我们在想被取代 真的是一件坏事吗 就是说我不能干这个职位了 很多老司机下岗了 真的是一件坏事吗 哦 我们刚才举了真理纺织机的例子 我们刚才举了真理纺织机的例子 的确 很多人因此 不能仿原来的那台机器了 但是他们有更多的诉求 市场在被拓展 你知道吗 很多用不起 这个丝绸的人 用不起棉布的人 现在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它的成本下降了 它用得起了 过去人一年刺激 能制四套衣服 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 可是我们现代的人 女生上街逛趟街 就不只买四套衣服 对不对 这是科技发展带来的 所以随着成本的降低 人的需求反而会变得旺盛 而在变得旺盛的时候 你们这些老仿制机老司机又能找到新的就业途径 因为还是要有人去生产的呀 更何况第三点 我讲到的是什么呢 生活成本的下降 其实我们职场人工作到底是为了赚钱 还是为了让自己生活更好呢 其实我经常听到职场人抱怨的一点是 虽然工资加了 可是现在物价更贵了 对不对 我在我03年找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能进宝洁啊 IBM这样的公司 那绝对就是人生赢家了 你知道吗 一个月八千块钱 我简直不敢想象 03年一个月挣八千块钱 那就是皇帝一样的生活 现在我们公司的小朋友 我给他发八千块钱 他觉得我虐待他 这个人就是严路精 他底薪啊 他有别的钱 不然他早就离职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薪水单纯的高涨没有意义 如果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 你的生活成本高的话 其实你的实际幸福生活程度不如现在 比如说周旋逸 刚才讲的那个会特殊记忆的匠人 你觉得他现在的生活 他的记忆比我们都牛逼多了 对不对 而且人家独门生意 那个时候肯定是金领 你说他生活幸福 还是现在我们普通白领生活幸福 普通白领吧 你不仅可以一天吃一只鸡 你还可以一天吃一只鸭呢 对吧 你只要打开外卖 你想吃啥就吃啥了吧 你不需要特殊的记忆 你就可以享受过去富豪 甚至皇帝才能享受的生活吧 对不对 是的 过去你很厉害 成为万人之上的人的时候 你才能享受冬天有冰块不奇怪 夏天有冰块旁边有人咔咔给你扇风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现在大家不会买空调是吧 对现在你不用坐上皇帝 你在家已经活得很爽了 这是什么东西带来的 科技发展带来的 可是如果我们再回到明朝的时候 让他们那群人去想象说 以后会有空调这件事情 你说那些山山子的太监和宫女 该不该咱一起店呢 我以后可能要失业了 不会 因为那时候你已经坐在自己家的空调房里了 这就是科技对我们的影响 最后我讲一点 就是我方反复强调的一点 叫做什么呢 叫做想象力 啥意思 就是 其实我们的工作 是由这个社会结构提供给我们的选择 什么意思 就我很小的时候没有什么见识 我出生在贵州的一个小山村旁边 那个地方叫安顺 在这里替家乡做一下广告 然后呢我们那时候进城呢 大概要坐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 是当时的路况和天气而定 我为什么非常想当公共汽车售票员呢 就是因为他是无论如何 风雨无阻 在车上都有坐的那个孩子 那时候我想象中最高职业就是公共汽车售票员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见过其他职业 你知道吗 后来我们到了大城市 知道有你们金融业 知道有你们保险业 知道有IBM 知道有保洁 知道有这么多大公司之后 我一下子我的人生梦想变多了 小时候那个梦想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你们知道吗 好 科技和社会结果的发展 会出现更多的职位 更多的选择 我们现在根本想象不到 我们现在还在贵州那个小三春里 我们不知道外面有IBM 我们不知道外面科捷和AI的战争 我们不知道一切 这个时候你说 我好怕公交车司机和售票员失业 不要怕 走出去 世界在等着你 正方三变做结变 时间同样为六分钟 我们来再聊一次周帅所提的那个匠人的例子 一天吃一只鸡的匠人 他一天吃一只鸡 因为他有很了不起的才能 结果过一阵子人家跟他讲 新技术出来了 新技术要取代你的独门绝活了 你要下岗了 你找不到工作 他说糟糕了 我不能一天吃一只鸡了 周帅说你何必格局这么小的 你可以吃星辰跟大海啊 他一定很生气 你才吃星辰跟大海 你全家都吃大海 而且请各位注意另外一点 他们说你干嘛怕技术呢 你干嘛怕技术呢 这世界上有其他人能力比你强嘛 对不对 你应该你都不怕科捷 你干嘛怕AI呢 有差别 科捷一个人 只能强走我在这个地方的一份工 听得懂吧 他在张家春抢了我的位 我挪到李家春在找事 李家春抢了我的位 我挪到怎么样 王家春找位子 这世界上怎么样 总有一个地方有个坑等我 你知道什么叫做技术抢了我的位吗 那的意思是 我不但在今天这里没工作做 我在所有地方都没工作做 我不是现在没工作做 我是永远没有工作做 我们世新大学 以前有办报 我刚进学校的时候 那里有个师傅叫什么 他们叫简字师傅 早年简那个签字的 简字师傅收入高 你知道吗 因为熟练的简字师傅 他的收入不亚于副总编辑 人家还叫他梁师傅 一大堆徒子徒孙 因为那时候很难 要打一个世新大学 满房子的签字 第六架第四盘 拉A1672 怕是 再拉新一个一个抓起来 世新大学你才打得出一字 他的熟练度跟能力 是他的饭碗的保障 可是这家伙呢 在我到大二的时候 他就失业了 为什么 WAR 所有大医生都可以操作的 最简单的东西 彻底取代了所有 他们那时候的记忆 而且我跟你讲 梁师傅不是在张家村 找不到工作 他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报馆 都再也没这个工作了 懂吗 他比科捷可怕多了 因为科捷不可能抢走 我在所有报馆的职位 这比较像什么你知道吗 这比较像什么 这比较像是那六千五百万年前 掉在地球上的那颗小行星 你要知道 我们一时一地的工作得失 那有点像个森林大火 我挪窝就好 而科技迭代所带来的这种剧烈的 全面的 结构性的改变 那个是生态系毁灭的那种类型 而我告诉各位 我们经历过一次 前面大家也听过了 什么叫工业革命 就是工业革命 基本上摧毁了人类90%以上的体力劳动 懂吗 在座各位 我看了一眼 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是体力劳动者 你们都是什么 都是智力劳动者 体力劳动者 有点像当年的恐龙 一颗陨石打下来 基本上已经死完了 差不多了 当年的重体力劳动 现在也早就尸骨无存了 我们现在所谓的体力劳动 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力劳动 而我告诉各位 我们今天在谈 为什么你要戒胜恐惧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看到的 第二颗小行星正在接近 这第二颗小行星 并不是某个优秀的 你的同事要抢你饭碗 也不是个别或阶段性 或地区性的 你的某个独门绝技 要被曝光了 要没有用了 它不是取代你的工作 它是取代智力劳动 我再说一次 它不是取代你的某个工作 就像是蒸汽机 你并不打算只取代 纺织机一样 懂吗 它是要全面取代智力劳动 你们有没有思考过 什么是智力劳动的本质 在座各位 你们都是从事 或将要从事的智力劳动 什么是智力劳动的本质 你的大量学习 反复熟练 经验积累 判断 这是智力劳动的本质 是我们之所以要支付高额金钱 给律师 给医师 给会计师 给工程师的主要原因 而跟各位报告一件事 就是AI在这个点上 恰恰是它最擅长的 没有任何人的记忆力 它的判断力 理解力 能够追得上这玩意儿 就像是再强大的 九牛二虎之力的大力士 拼不过最简单的蒸汽机 是一样的道理 一个优秀的研究人员 他一年当中 大概在他的专业领域 平均读200到300篇文献资料 而AI可以在10分钟之内 读2000万篇 你们的智力劳动的核心 正在被快速取代 而陨石正在接近 这不是一只鸡 你们不要笑无聊的笑点 这才是你们看不到的 星辰大海背后的那个 海底的八爪鱼 谢谢 本场辩论环节 来就会帮 lighthouse 来就会变 展明了